我现在只要一录视频我就想给嗓子闭个岔 我已经快成了职业病了 这个泥要不是提前跟我说我猛一看我还有一事孙悟空呢 这是龙猫猫给我寄的几份泥 还有一些精致的小东西 好有心的妹子 可能有猫猫猫猫算什么猫屎我都不怕 先来玩个丝袜空 这个是还有一点磨砂颗粒的硅胶水毯吗好像是 不过这个颜色是什么是黄一白还是黄二白呢 这个肤色跟我们家猫很像可以给它穿上 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像橘子橙子但是它的味道是淡淡的香水味 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 这个很适合在手里白骨白骨鼓到鼓到 手感挺舒服的 我对这个薄荷膏好感兴趣 这个颜色 我不是对这个味道嫌弃 就是因为我没想到它这个薄荷味这么纯正你知道吗 我很用力的吸了一大口我感觉我的鼻炎都治好了 它这个味道很神奇 不会像那种普通香精它的味道一打开是立马扩散开的 它就被完美的封存在这个泥里面 而且玩完之后手上也不会有很大的这个薄荷味 我之前买过类似薄荷香精 一点薄荷味都没有 就一种绿茶的那种味道 劣质绿茶的味道 但是这个薄荷就是介于清凉油和驱蚊水之间的那种味道 既有食物的感觉又驱蚊的感觉真的好神奇 就是玩完之后有点黏 好有创意的小妹妹 说实话我个人就喜欢这种比较奇奇怪怪的泥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泥奇怪 怎么说呢 就是我有种感觉我很少 我几乎就是好像我从来没接过几拍 接之前我也挺犹豫的 我也不知道是夸好呀 还是中立一点说好呀 还是怎么的 我就我就是把这个给我寄泥的小伙伴 当成我的朋友来看 就是说一下这些泥的特点就挺好的了 我不想站在就是某些角度上去批判去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好与坏就是喜欢不喜欢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界限嘛 就是这一个泥有它的优点 有它的特点我觉得就够了 毕竟这种泥都是承载着这个做泥人的一份创意和一份心意嘛 你们应该看出来我有些慌张了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慌张了 可能就是因为第一次接鸡拍就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我之前开店也私信过很多人 求帮忙计拍 大部分人都没有回我 然后回我的人也是拒绝了我 这个桂花膏是康慧木工 感觉有康慧木工的样子 然后这个桂花我舍不得混在里面 我觉得我怕这份泥会让这个 我怕这个桂花会让这份泥坏掉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嘛 降温了嘛 所以这个泥就稍微有一点硬了 这个桂花味让人想到那个那个酸梅汤 突然想到酸梅汤了 这个拿在手里有一种鸡蛋不定 芒果不定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在尝试给他取个新的名字 不行我不能这样 我不能打破人家原有的创意 就是你们知道吧 就是我觉得你挺好的 但是可能就是看的人会说 哎呀这是因为给你的鸡排 所以你就光在这夸 也不是 这种感觉很复杂 是不是多接几次就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可能就是 我可能就是情况有点低吧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